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反而小的时候什么都不怕 我先回想一下 我现在怕的东西比较多 我小的时候我去上海的时候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就一个箱子 而那个箱子是很小的 带了两件衣服 然后 就是我现在反应过来好像什么都没带 但是感觉什么都够 然后去那之后他们去逛街 然后去买衣服 我也没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就够穿就行了 也不化妆 不贴面膜 然后也不捣扯 就觉得自己也挺好看的 可自信了 现在你会害怕什么 现在比较害怕到那种陌生的城市 身边没有熟悉的人的那种感觉 而且会觉得 就我来这个节目的时候 说你有认识的人吗 我说其实我没有什么认识的朋友在里面 我就认识一个人 我就认识于初心一个人 我就说 我有点害怕 来之前 我妈来北京陪了我一个多月 就给我做那种心理疏导 你知道吗 没关系 我是一个人来的嘛 像他们很多人组合来的嘛 我说没关系 他们一定会很友好的对待你 你在这里面就好好地完成你自己想做的事 就交集这方面 你自己不用担心 你已经很棒了 然后怎么怎么记得 然后又想说 我要带那么多东西 我每天要敷那么多面膜 然后我要带那么多养生的 就想想带好多好东西 觉得好麻烦 但是现在活想一下以前 还不就是一个箱子 两件衣服 啥也没带 就到一个城市上海 一待就待了五年 都要给你太多了 谢谢大家